大家好,欢迎收看九九爱娱乐 今天为您带来精彩视频 披风斩击的哥哥林志炫理想现场发生冲突导致节目失控 队长当场被换 热播综艺披荆斩击的哥哥在初舞台之后进行了分组 将33位哥哥分为8个部落 每个部落将合作一首歌曲 在第一次公演上正式亮相 33位哥哥个性不同又能力超群 在团队中自然会产生思想碰撞 出现无可避免的矛盾 其中林志炫与理想在同一团队中 就因彼此坚持己见 导致团队合作进展缓慢 引起网友热议 披荆斩击的哥哥是一个团队性的比赛 队长看似是一个领导者 其实是一个服务者 核心目标就是让我们这个团队更具有凝聚力 在第二期披荆斩击的哥哥中 节目既展现出哥哥们排练的辛苦过程 也让我们观察到 在团队合作中 队长需要具备什么能力 才能带领团队走得更远 做得更好 理解队员是队长的首要任务 林志炫与理想会产生分歧 在于林志炫认为 这个团队要表现得精彩 就该大家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 展现最优秀的一面 而舞蹈家李响则不想在第一次公演舞台上 只表演舞蹈 他说来这个节目就是想跳出舒适区 去挑战唱歌 这才是披荆斩棘的意义 在与队长兼长辈的林志炫沟通不唱后 李响有些沮丧 他对节目组说 我想做的事情是被别人以爱的名义包裹住了 就像父母说 我这是为了你好 我不接受 队长的职责之一就是理解队员的需求 而林志炫却一味的想要队员接受自己的想法 有没有真正的聆听队员的心声 站在队员的角度想事情 让队员感受不到尊重和理解 而同为队长赵文卓的做法 得到众多人的赞扬 值得我们学习 赵文卓的团队有两位态度强硬 个性鲜明的嘻哈高手 热狗和刘聪 可是团队挑选的曲目 并不适合他们一贯的演唱风格 同时他们也坚持自己的舞台风格 坚决拒绝了节目组提到的一定要跳舞的要求 赵文卓在一旁默默地观察注视着这一切之后 他这样跟两位喜好歌手沟通 我觉得跟你们的态度有冲突的话就改 如果改 节目组不同意 我们再想别的办法 听到队长的决定后 热狗非常开心 赵大哥并没有逼我们一定要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是舒服的 在对舞台场景设计上 演员尹正提供了很多想法 赵文卓也表示了欣赏和支持 尹正说 其实卓哥提出的意见并不多 他反而是尽量去配合弟弟们的想法 卓哥真的做到了绝对的尊重 从赵文卓的种种做法 我们可以看出 他非常尊重大家的想法 理解大家的需求 用心爱护这个部落 因此在八个团队中 赵文卓虽然不是能力最强的队长 却是一个让队员都舒服满意的队长 在这样的团队里 队员心情愉悦 便能将注意力更集中在工作上 办事效率随之提高 最终的合作效果更佳 协调队员是队长的日常功课 法哥部落里年龄最小的队长 布瑞吉自我认知清晰 沟通能力强 在两位哥哥出现分歧时 布瑞吉给我们上演了完美协调队员的一刻 布瑞吉的两位队员 一个是跟他一样表演外放型的周延 另一个是风格内敛型的瑞奇 瑞奇在这个三人组合里 因为自己的表演风格 无法与其他队员协调融合 感觉很孤单无助 这时布瑞吉是这样想跟作的 在这个时候 我提醒自己是一个队长 主动给瑞奇示爱 给出我们的爱 让他有存在感 同时我要让周延 把他的主观意识往回收一点 因为我们是一体的铁三角 我愿意为瑞奇做不愿意做的事情 我也会带领周延和我站在同一个角度 去配合瑞奇 让瑞奇有家的感觉 有归属感 为此 布瑞吉主动提出帮瑞奇完成他的编排部分 同时不断提醒周延也加入到一起 合作完成 瑞奇最终在团队的帮助下 完成编排 感受到队员对他的重视和关心 慢慢地开心起来 布瑞吉作为队长 能敏感地捕捉问题 耐心倾听队员的心声 及时协调处理 最后既解决了问题 还加深了兄弟感情 他告诉我们 在团队中 队长要起到劲桥铺路的联通作用 协调好队员之间的摩擦矛盾 从而不断加强团队的向心力 让团队合作发挥得更好 心态乐观是队长的基本要求 陈小春团队由五名香港艺人组成 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大湾区天团 他们选择表演歌曲名为3189 陈小春一开始以为自己选了一首很简单的歌曲 但是在遇到知道老师后 才知道3189是所有被选歌曲中难度最大的一首 网友们纷纷戏称 用最高的价钱买了最难的歌曲 在声乐课和舞蹈课的初次练习后 队员们倍感压力 陈小春鼓励大家慢慢来 不着急 一步一步来 吃饭时 队员看到别的团队练习过后很轻松的样子 有些沮丧 陈小春宽慰地说 别抱怨了 再摔我们也不会是最后一名 作为队长 陈小春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一直用乐观的心态去感染队员 用鼓励的语言去激励队友 因为有一位心态乐观的队长 让大湾区团队的氛围愉快 遇到困难了 大家就齐心协力 共同克服 相信各自做好自己分内之事 就能让这个团队发挥最大的效用 情绪是可以感染的 当队长以积极的情绪来鼓舞队员时 能让团队迸发火力 积极解决难题 写在最后 披荐斩棘的哥哥张云龙说 搞团队太难了 是的 比起单打独斗 团队协作会产生更多的问题 所以队长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队长只有以维护团队利益为先 理解队员的困难 协商队员的矛盾 才能让团队的凝聚力越来越强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既在九九爱娱乐 敬请关注哦